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我們剛剛說肯爺新出了一個寶 叫激情熱辣煙燻脆雞寶 啊 我怎麼一直講寶 激情熱辣煙燻脆雞 為什麼一直講寶呢 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肯爺我就覺得 心情很好 肯爺出了這個是為了什麼你知道嗎 陪著大家熱辣 火辣 辣 辣到底不行 夏天 我跟你講 夏天就是要吃一些刺激的 夏天很容易食慾不好 食慾不好的時候你吃這種辣辣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Oh my God 我整個食慾打開 食慾打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吃很多 像肯爺的蛋糖 或是它新出的這個鱈魚圈圈圈圈圈都可以 然後激情熱辣煙燻脆雞寶 它販售時間是今年的7月2號 它已經開始了 到8月12號 好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要吃的有它的同樂餐 同樂餐是666塊 它有 好 雞琴熱辣煙燻脆雞4塊 卡拉脆雞4塊 然後有上校雞塊 比較 上校雞塊這邊 4個 然後還有中暑 還有雙色這個 短短QQ球 還有原味的蛋塔 只有一盒 欸 這樣才666其實很划算耶 首先我們呢 我們先來開吃吧 來喔 我要來吃的 首先 怎麼辦 我要先吃誰呢 我先吃他好了 好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激情熱辣煙燻脆雞 來 我現在跟大家看一下這個感覺 沒有很辣 哇 它的新香料非常的爽 非常的香 就是有點刺激你味蕾的感覺 可是它有煙燻味衝出來 然後它上面還搭了玉米脆片 你就會有種 因為它是跟雞皮有點合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那個雞皮除了它很油脂的香味 煙燻的味道 還有那個玉米脆片的香氣合在一起 唉唷 好爽耶 我覺得如果吃得太雞肉的時候 腳都很容易反覆 我們現在要冷靜一點 來 鬆心 我覺得算小辣 然後我個人覺得 青花椒對我來說算腫辣 我最喜歡腿排的這一塊 這個澱粉 100分 另外呢它還有這個鱈魚圈圈 它也是7月2號到9月23號 鱈魚圈圈底夾 然後它是用圓塊的那個魚肉裁切而成的 看起來長得有點像洋蔥圈 你們看 它的炸皮其實你看裡面全部都是魚肉 所以你可以吃到那種一吃一吃魚肉的那種口感 然後味道很鮮 很香 如果你喜歡那種打香打香那種海鮮的味道 就可以買它 這個好想要沾醬喔 我覺得那個香味很炸 我跟大家說我真的是一個 茶友套餐的愛好者 這個241塊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雞塊 薯條 然後激情熱辣煙燻脆雞 還有蛋挞 你們每次點茶友套餐你們最先吃是什麼 打開的第一件事情 我打開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吃薯條 我很喜歡把腿排留到最後吃 因為它是我的第一名 怎麼會這樣不得了 露露說有辣的我喜歡一定會去吃 一定要試試看我覺得超讚的 鱈魚圈圈你也可以買 因為鱈魚圈圈也很香 我本身對於任何就是魚肉的製品都比較還好的人 我都覺得它的鱈魚圈圈非常的香 而且它的那個外皮非常的酥脆 對 Melody說熱辣的話 今天應該要穿泳裝造型直播 欸很燙啊 我穿泳裝造型在那邊吃炸雞 我這輩子穿泳裝次數真的超少的 欸不對喔超多 因為我小時候有去比賽過游泳 而且我以前其實整個暑假都在游泳 應該說長大之後很少穿泳衣 有點怕氣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其實不會有這種感覺 而且其實我游泳的泳衣是那種 非常選手型的 這個是卡拉脆雞 卡拉脆雞也好棒 先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雞塊 上膠雞塊 你看得出來上膠雞塊裡面是有肉汁的嗎 而且我覺得上膠雞塊那個肉超香的 它單純吃它完全沒有沾醬也很讚 你們一定要點菜喔 泡茶 因為這樣才有機會 給大家先看一下我們這個漂亮的 熱辣煙燻脆雞的腿排 唉唷 你看這個 上面還有這個酥脆的玉米脆片 有沒有 真水 真水 我這個墨鏡好像可以這樣欸 因為我這個螺絲沒有扇得很緊 它就會有要滑掉的感覺 還是我突然滑得太好 顏色 來 我們就是這樣子吃 吃炸雞 妳要問詭異嗎 我現在就是一個 在家裡面度過夏天的女子 我覺得能夠在禮拜三吃一大堆炸雞的感覺 很幸福 最喜歡禮拜三吃炸雞的 所以禮拜三就有種小週末的感覺 以前禮拜三都會出去跟朋友聚 會覺得很放鬆 可是一回到家會覺得靈魂被愁感 不知道為何 欸 我跟大家說 夏天出去啊 大太陽 大家身上還是必備一個那個抗UV的那個墨鏡 這對眼睛比較好 大家真的要把它記起來 我跟妳講我真的是 禮拜三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莫名的過嗨你不覺得嗎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冷靜一點 然後Stacey說吃那麼多炸雞 不會膩有什麼訣竅嗎 我跟妳講 那你就是要點同樂餐呢 因為肯也家的同樂餐就剛好兩個口味 你就可以原味吃完 之後再吃熱辣煙燻脆雞 就是焦屁吃就不會 就不會膩了 我們先吃兩塊 這塊喔 這塊… 這塊應該是雞胸 給我們看一下 Rita說好讚半夜可以大口吃肉 可是我覺得半夜就是要 就會很想… 莫名的很想吃炸雞 欸對你們來說宵夜是幾點啊 我有點好奇這件事情欸 我的宵夜的定義應該會是9點半後 然後有一個常鮮代碼是50430 喔430很棒 330是我本人的生日 50430 它可以155塊吃到熱辣煙燻脆雞1塊 卡到脆雞1塊 欸等於155塊你有兩塊炸雞 然後還有一杯小杯白飾可樂給你配 非常的划算 熱辣煙燻脆雞它還有一個愉快特餐是229塊 229塊就有兩塊脆雞 熱辣煙燻脆雞 然後鱈魚圈圈1份 松色Q5酒1份 白飾可樂1杯 哎唷 沒事 好然後呢還有這個冰心蛋塔風味的冰淇淋 因為肯爺爺家的蛋塔不是非常有名嗎 然後我媽呢就是非常喜歡 把肯德基的蛋塔冰在冷凍庫 我跟你講 肯爺爺今年夏天就滿足你 直接出了一個冰淇淋給你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它的販售時間是7月2號到9月9號 就是要讓你喜歡吃肯爺酒酒 夏天酒酒 愛情酒酒 陪你酒酒 香辣的嘴軟怎麼會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肯爺爺真的是求新求別很多各種新品 它的概念是原味蛋塔衍生出來 因為很多人吃蛋塔很喜歡把它冰在冷凍庫 像我媽一樣 我個人其實是喜歡吃熱的蛋塔 但是如果你跟我媽媽一樣 是喜歡把蛋塔冰在冷凍庫 就可以買它來試試看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那種 冷凍布丁的那種感覺 那個味道 以防說冰冷凍超多一點 你就跟我媽媽一樣 如果你們是喜歡蛋塔冰冷凍的人 就可以試試看它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你平常沒有在吃早餐 中午直接吃它 你也不會覺得太heavy 而且我覺得它會有點開胃感覺 原則來說 對它有點布丁雪糕的味道 我們今天吃的就是肯爺爺的新品 熱辣煙燻脆雞 請大家務必要去吃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夏天就是要吃這種辣辣的 然後很 你知道刺激你的味蕾 讓你度過這整個夏天 如果你食慾不好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太熱 很常會34度35度 在外面走那個食慾真的是降到最低 這時候你就是走進去肯爺爺 唉那個又有冷氣 然後你又可以吃這種辣辣的 然後呢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大家要記得一定要去吃吃看我們的熱辣煙燻脆雞 我覺得這個新品真的非常的優秀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它上面加的那個玉米吃片真的是一絕 因為它那個雞皮的莫名又增加了它那個酥脆的感覺 咬起來那個爽度超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好 比較吃小辣的人 然後會覺得那個什麼青花椒太辣之類的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就是有點微辣微辣的很讚 好 大家晚安 然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現在我們就是禮拜日再相見了各位 各位